来两位请坐 那今天我想最主要的是 我们要让所有的妈咪跟家长去了解 怎么样把这个营养素幻化成学习力 当做我们的这个宝宝最强的后盾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呢 就是我们以这个最轻松最温馨的这个对谈 让所有的妈咪都可以做好准备 都知道怎么样来为宝宝补充这个营养素 那先让我们的院长好了 院长先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院长我们这边有准备麦克风 你就不用那么吃力 大家好 因为当小儿科医师已经三四六年的时间 所以 尤其是自己做小儿胃肠科 对小儿的营养相当的重视相当的注意 所以今天很高兴在这里 可以跟凯云大家来讨论有关 应有的一些营养相的问题 谢谢大家 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凯云主播 凯云妈咪 大家好我是郑凯云 呃院长有三十六年的在医学方面的知识 所以他今天是我们的宝典 有非常多的宝大家可以把它挖出来 那我呢我的宝宝三岁 满三岁 然后所以呢我当这个妈妈也就三年的时间 所以这三年当中呢累积了一点点喔 新手妈妈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但是肚子里面还有很多关于这个怎么样带小孩的问题啊 所以今天也要把这个院长的宝藏给挖出来 那因为我本身之前主持健康2.0有五年的时间 有一千多集 所以一直以来我对于健康就是比较重视的 然后对于健康的知识也比较足一点 那当然这对我在照顾小孩上面相当有帮助 那也希望说今天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哇太好了太好了 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座谈会一定会相当的精彩 而且所有的新手妈咪一定都会从两位这个非常专业 非常精彩的分享当中去获得很多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 好那我先请问这个拥有三年经验的我们的妈咪 我们的凯姨妈咪 就是啊你刚刚说过您曾经也是我们的健康节目的主持人 好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你对于这个小朋友你的宝贝 有一些这个营养照护的经验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觉得对我来讲啦 我想一想说小朋友要快乐成长 尤其在他们现在像一岁两岁三岁 什么东西最重要我想到有三个 第一个要睡得好 大家说一米大一寸 睡真的太重要了 小朋友刚出生睡大概十几二十个小时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睡眠要非常充足 这第一点 然后第二个呢要吃的健康 就是吃 然后第三就是玩 你不要小看玩哦 玩非常重要可以让他整个肢体的开发 其实要很好也可以让他更聪明 所以睡跟吃跟玩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其实最近这么多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 你要吃的健康玩的健康 吃的安心玩的安心 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 留意一下对不对 已经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 那或许是因为我主持健康节目的关系 所以我很早之前就是那时候就怀孕的时候就想说 啊等到我可以为孩子做什么呢 我在当然怀孕期间就 就营养素 营养素该吃的 我都尽量从天然食物来 也就是说 我至少那时候当一个妈妈 然后我现在可以给你 我就尽量把对的东西给你 然后所以是养胎不养肉的过程 那等到生出来之后 我可以给他什么 就是母奶啊 所以当宝宝出生的 我们那时候是 我的小孩是在马节生的 所以是在产台上就吸奶了 然后四个小时之后就推过来喂奶 所以我的母奶量很顺利 就是后来我一直喂宝宝全母奶 完全没有任何的配方奶 你喂到九个月是不是 对 喂到他九个月 对 然后后来就是工作各方面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后来就喂母奶 就是喂到差不多九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喂母奶是 对我来讲 那个阶段 还有对小朋友那个免疫 各个方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母奶喝到一个阶段 那当然我们待会会提到说 大概四到六个月要添加副食品的部分 那我又怎么做 我待会会告诉大家 那再来就是喝完母奶 我就断奶了嘛 对不对 那小孩还是要喝啊 所以我必须要寻找配方奶 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怎么不能养他一辈子啊 我没有那么多奶 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精力 所以怎么样寻找配方奶 我那时候除了去比较各家的营养素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 看他的厂牌 再来呢 还有很重要哦 我很留意的一点是 他在哪里生产 我很怕有一些大厂是 可能公司是国外的 但是他是在大陆制 或者在别的地方制 那当时只担心大陆制 就是他的厂在大陆 现在看起来该担心的 好像不只大陆制而已 对 所以我当时就 连他这一间在哪里制造的工厂 我都有留意的 调查得非常清楚 也没有到调查 但是我有去留意 有去询问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各家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我要怎么问啊 什么之类的 我也是打电话到客服啊 然后就是去寻找一些资料 来了解这样子 然后另外营养素的部分 因为我希望给孩子对的东西 那以当时我能够 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啦 我也不知道说 或许院长有不同的看法 但以当时 因为我就是一个 有这个老龄家的经验帮我 然后我也很注重专业知识的人 所以我会去参考很多的 专业方面的建议 对那当时我很注重的就是 我希望他可以离母乳越来越 就是比较近 当然是最好的 尤其他从全母奶换过来 所以呢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 比方说以糖来讲 不是糖类 是糖来讲的话 我不希望是有这糖 因为那样他可能吃到了糖 但是并不是跟乳糖 或者是母乳怎么的相近 那当然小朋友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像DHA啊 脑部的发育 还有AA等等 这个是我当时 对我当时在挑的时候 比较会去注意到的几个点啊 那就是后来就包括 他到底在哪里生产 我也会特别注意 大概是这样 哦 果然是我们心目中的知性主播 真的 对于这件事情 都考虑得非常清楚 都去找一些资料 那刚才我们的凯云主播 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 你没有跟我讲这么多呢 你只有跟我说 你只有跟我说了一个字母 跟两个数字 那就是S26 你都帮宝贝挑S26系列 对不对 去补充这个营养素 还有他的这个专用的幼儿配方 对不对 应该说 对我当时就是比较之后 后来我选择的是 是 那当然每个人他可以自己去比较 然后去挑选他最后认为需要的 没错 那这边专业的部分 我们就要来问一下院长 院长 刚才我们的凯云妈咪有提到这个 蛋白质DHA 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那个母乳里面 很重要的营养素 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私底下在聊的时候 你也说 我们现在非常的推崇 妈妈用这个母乳来补育 是不是因为 比如说零到三岁这个阶段 是宝贝成长的很重要的阶段 黄金的关键期 所以说我们要补充一些 就是很接近母乳的一些营养素 很重要对不对 那大概有哪一些营养素 你要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的父母一定要注意 要帮宝贝补充 对不对 我先ACO一下 赤云刚刚得了一些话 比如说他说 一枚大一寸 到底有没有道理 一枚大一寸 因为我们在夜间的时候 我们的皂骨细胞会特别的旺盛 所以一枚大一寸 是绝对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所以不睡觉的小孩子 要是长得比较不好 那睡觉的时候 一枚要特别注意的是灯光 因为在灯光暗下来的时候 你的Malatorin 就叫退黑激素 才会昏迷出来 那我们的皂骨细胞才会照得好 所以减眉大一寸 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小孩子时间到要让他睡觉 不要让他就是跟着你 这个变那个安公教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不好 这是一个 第一个谈到说母奶 那母奶 怎么了 凯云猫 有点心虚的感觉 没有没有 我是心虚 我是觉得院长讲得很好 不睡觉变暗公教 你敢这样就有押韵 哈哈哈哈 是 院长的情况 谈到母奶的问题 就是刚刚也谈到他未到九个月 这样是相当不错 因为我们做过台湾的一个统计 很多到有一半以上 到差不多五六个月 他就自动全部都停掉 因为工作的关系等等很多很多的关系 那么台湾现在在推行这个母奶运动 那我本身也是母婴亲在医院的 这些推动的一个成员之一 刚刚凯云有谈到一个很重点 他说在那个产台上面就开始喂奶了 这个就是现在在鼓励 喂母奶当中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说在我们在叫做skin to skin 这小孩子刚出生之后 他陛下在你的胸部上面 跟你几乎接触 那么接触的时间至少要20分钟以上 如果一根正常的这个产量 20分钟以上 这段时间小孩子如果寻乳动作 就让他开始喝奶 那这样对他的将来 喂母奶是很有帮忙的 那现在在WHO里面所建议的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可以喂到一到两岁 如果不得已那当然没有办法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很重要 就是六个月刚刚讲到 四到六个月或者六个月以上 就开始要添加副食品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胃福部 胃福部其实有公布 就是每一个阶段 其实对于这个营养素的摄取 不管是宝宝 不管是我们成人 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也是没有谈到 因为我们这个是 也不是所官方的节目 所以我们可以很正式的 我们来讲这些事情就是说 我们官方的网站里面告诉我们 是六个月开始添加副食品 但是现在大家都说四到六个月 小医学里面我们说的 通过的是四到六个月 就不要说六个月 因为你六个月的话还是比较晚一点 四个月就可以开始尝试 开始添加一点点 因为四个月以前 我们常会到是比较 他的发育比较没那么好 所以四个月开始要添加 问题就出来 就刚刚所谈到的 你六个月以后 你可能要添加副食品当中 我们婴儿配方算不算其中的一种 这个就是你要去考虑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考虑说 你到底吃得过或不够 那一般的话我们认为说是在 六个月以上的小孩子 事实上差不多在二十多年前 我已经有做过一个统计 我们台北市 大台北市的小朋友 他们六个月的时候 他每天的奶量多少 平均是630 所以并不是说照你所想要喝到1000cc 1000cc才够 所以630都表示 他应该要开始添加副食品 不添加的话你就会有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这当中我们都知道 以前我们在 各位在国中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叫初中 都有读过生物 生物里面有谈到说 我们的营养素 有几个 有六大营养素 除了水以外还有五个 就是糖 蛋白质跟脂肪 还有一个维生素跟矿物质 那么会产生那个能量 让它长大了 就前面这三个 糖分 蛋白质跟脂肪 那么糖分说起来好像是说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婴儿时期的糖分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乳糖 因为乳糖可以促进钙跟酶的吸收 但是蔗糖不行 刚刚谈到蔗糖了 蔗糖不行 但是蔗糖它有一个好处是好喝嘛 好吃嘛 所以我们在营养学的立场是说 你那个蔗糖的成分 占你每天所吃的糖分 你会不可以超过十分之一 这是它的一个规定 你超过十分以上就对它太多了 然后容易发胖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 那么我们都知道有些产品它里面 如果说是加了好多好多的糖 因为蔗糖它不能促进钙跟酶的吸收 所以长久 如果你这个产品里面通通没有乳糖 又加蔗糖的话 恐怕它将来就会造成 就是钙质会不够 这个在美国都有这个案例 有一个产品它出来里面全部都加 用糖分来代替乳糖 结果后来就发生 很多小孩子会有类似抽筋的一个样子 因为钙不足的关系 所以乳糖在我们婴儿体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再来谈到蛋白质 蛋白质的话 因为我们所有的婴儿配方里面 都要尽量稳和母奶 这样子才算是一个比较母奶化的奶粉 所以我们都知道母奶里面有这个 所谓的乳清蛋白跟弱蛋白 它是有一定的比率的 鲜奶里面的比率 乳清蛋白跟弱蛋白比率是20比80 弱蛋白比较高 所以鲜奶你喝下去的话 如果加一个乳奶的话 脱出来整个整个 喝母奶就不会 因为它是60比40刚好颠倒过来 所以鲜奶里面很多婴儿产品的话 婴儿配方的话 它就把它改变成金额跟母奶化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这里面还要牵涉到所谓的氨基酸的问题 我们这个一般的氨基酸 对我们人类来讲的话 它有需要大概20种 其中有9种叫必须氨基酸 因为我们体内是自己不能制造的 有5种是非必须氨基酸 另外有6种 再有婴儿其他叫做半必须 就是说因为它还会制造 它制造量很少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从额外来攻击 这是指于这个蛋白质的部分 脂肪的部分的话 因为母乳里面本身 就含有很多很多的DHA 对我们脑部的发育 对我们的眼睛都有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曾经有一个 在国外有一个研究 它是说有一个小孩子 跟另外一个小孩子 有一组他就是完全都吃 都里面的婴儿标 里面都有加DHA跟AA的 另外一组是完全没有的 结果大概差不多六七个七八个的时候 他每天做了一个研究 就发现到在一个桌子上面 放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这个小孩子也很想去拿 那么这个有吃DHA这个小孩子 他会想尽办法要把那东西拿到 拿不到他不怕 学着一直做一直做 做很多的动作 去尝试把它拿到 可是这个没有吃AADHA这个 看一看拿不到就算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变成说他的一种 那种那个 Libido 或者等等这些 不太一样的话 变成说造成说可能你将来 碰到一件事情 你对事情的挑战力 有多少可能就有点差别 而且这个是很好玩的 很多新手妈妈都在 哇我们完全不知道 从来都不知道 这个DHA跟我们小朋友的 这个宝宝的创造力跟学习力 其实有很大的关键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刚才我们院长有说 这个营养素如果补充DHA 补充比较优质的这个蛋白质 对不对 还有一些维他命C 维他命E 对不对 甚至是这个叶黄素 都是可以补充给宝宝 很需要的营养